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那边带过来的酸奶跟麦片什么的 这有被刚刚冲的咖啡 我看我之前视频的弹幕 有朋友说想不起来吃这些 什么益生菌啊 维生素补充剂啊什么的 其实我之前也想不起来 有一段时间老是忘 然后就把它放到了 我的电脑上面 因为每天我吃饭之前的第一顿 就是打开我的电脑 所以说每天睡觉之前 我就把我的药袋子放到我的电脑上面 然后我就记得每天要吃了 这个酒店 住到现在我还是很满意的 昨天早上他们给我送来了新的被罩 然后我已经换上了 现在被罩也是很干净的 他们这早餐是每天两个包子 一个荤一个素 然后一个馒头 一个鸡蛋和一个玉米 这个是固定搭配 还挺好吃的 哦 今天两个都是素包子 给我拿错了可能 之前我看的朋友说 隔离380块钱一天好贵 但是其实看合理酒店的均价来说 380块钱一天 算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价格了 我之前有看很多朋友 400多500多一天 包括我去年在南京隔离的时候 好像也是400多一天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说的这个集中隔离 是指境外入境的集中隔离啊 这个都是自费的 大家如果 在国内作为 密接北拉区酒店隔离的话 应该是免费的 大家喜欢怎么啃玉米啊 我吃这种糯玉米 就喜欢这样 一粒一粒拌 就喜欢这样一粒一粒掰下来吃 带大家来看一下 石州这边的格力午餐 这是一个胡萝卜炒木耳 然后一个卤鸡腿 这边还有一份麻婆豆腐 紫菜蛋花汤 也就是用我自己的筷子 对我在 今天我的美食店购物分享视频 但愿今天可以剪完 然后明天发出去 这是光有点奇怪 现在的光全部都聚在我 这个脑袋的后面 所以大家可能看见 我的脸色不太好 我们这个酒店吧 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每次给你送饭 一定要确保你拿进去 然后那个送饭的人才会离开 尤其是早上 一般是七点半送饭 他一定要敲到 你把门打开 把饭拿进去 然后他再把走廊 做完整体的消毒 然后他才会走 所以说为了配合他的消毒 早上一般我也会 七点半起床吃早饭 这个紫菜汤好好喝 还有点点徐州那种 胡辣汤的味道 又是米饭吃不完的一天 徐州菜啊 之前有朋友问过我 小姐你推荐徐州菜 哪些饭店会比较好吃 或者推荐什么样的菜 徐州菜 在我的印象里 是稍微的偏辣一些 然后也比较咸的 但是咸得很好吃 所以如果说你比较喜欢 或者说能接受 比较咸或者比较辣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下 徐州的土菜馆 这个胡萝卜好好吃 家常菜的味道 我们这边住的都是 今晚回来之后 需要继续隔离14天的人 徐州这边的政策是28加28 集中隔离的时间一定是28天 整个江苏航都是这个样子 集中隔离完28天之后呢 另外28天是自主的居家监测 你是可以出门的 但是你必须要在 这28天内做三次 还是四次核酸 然后上报就可以 现在全国各个地方 对于境外入境的人 隔离政策是不一样的 所以国外的各位 在回国之前 一定要咨询当地的隔离政策 然后跟自己的社区 报备说清楚 才能确保大家的回国旅程 一切顺利 到了 来吧 来吧 炒烤 成熟 切成熟 炒烤 炒烤 切成熟 1 盐 1 盐 2 盐 1 盐 2 盐 2 盐 1 盐 2 盐 今天饭店这边给的早饭呢 有一个大一点的肉包子 一个鸡蛋 然后一个馒头 还有一节玉米 牛奶 米饭粥 这是我看晚上的食谱 这个应该放一点糖才会比较好吃 但是我现在没有糖 我觉得这样熬也挺香的 这样的肉包子 说实话 肉包子配咖啡的口感有点奇怪 昨天晚上小熬了一会儿 把美食店客户分享给借完了 但是我还没有审 我准备整理整理 之前我在微博跟B站 跟大家提的有关于留学的问题 可能最近大家因为疫情的问题 暂时没有留学的需要 但是我觉得将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时候 有一个视频 马上可以找到一些有效的信息 会比较好 等出了歌之后 应该就要 忙我要住的新家的装修的事情了 我之前好像一直没有跟大家 回报过进度 我现在那个房子 下一步应该是要进行瓷砖了 但是就是在之前 徐州这边有疫情的时候 地囊已经铺好了 喊人来铺瓷砖 然后徐州这边就有疫情了 所以我干活的人都被隔离到了庄里 他们就出不来 等徐州这边 应该说是4月9号吧 解封 解封之后呢 我应该就可以正式的 参与到装修里面了 嗯 也会跟大家 在视频里面记录一下 装修的进程 其实我们家现在基本上已经 有一个大概的轮廓了 因为我们家走的是 那种极简的圆木风 所以也不需要贴壁纸杆什么的 设计图出来的效果 我还是很满意的 也很期待 跟大家分享我的装修日记 嗯 其实我是没有想到 之前在那个隔离酒店 洗碗视频会引起争议 其实 嗯 没有隔离库 大家应该不知道 现在隔离酒店都会发这种 消毒片 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也有 嗯 徐州这边是每天给三片 上海是直接一次性给了三桶 这种消毒片里面 反正闻起来是八四消毒液的味道 就是你可以 把它直接扔到水池里面进行消毒 而且其实这个是 必须要做的 就是我每天都需要对 水池啊 马桶啊 进行消毒 所以如果说我有洗衣服的需求的话呢 每次我在用洗脸盆洗衣服之前 都会拿那个八四消毒片泡一下 而且提醒大家的是 在入住这种隔离酒店之前 无论你要干什么 一定要先用这个八四消毒片 泡一下水池跟马桶 隔离期间干净卫生最重要 之前我还看有朋友问 如果14天不洗衣服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如果说你能带足够的换洗衣服的话 你的行李箱从国外回来的话 我觉得可能带不了那么多的换洗衣服 而且像现在国内的情况 一般隔离已经不止14天了 江苏是28天 我朋友他回的是浙江 浙江是21天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还是建议大家在隔离期间 自己备一些洗衣液啊什么的 如果你担心酒店不提供消毒片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背一些回来 但是现在一般的酒店 都会有这种消毒片的 今天中午的午餐 依旧是一份米饭 然后我刚刚在那边用小煮锅 热了一下我今天中午的午餐 豆芽 好像就是炒黄豆芽 然后这个应该是酒苔炒肉 还有一个鸡腿 好热啊 为什么今天突然这么热 其实好像慢慢开始解封了 马路上的车越来越多 这个宾馆刚刚好在高架的下面 车多的时候有一点点炒 但是就算炒一点 我还是希望 始终能尽快解封 恢复正常生活 今天早上做了一次核酸 我也不知道 我在徐州隔离期间要做几次核酸 我们好像是整个隔离酒店所住的人员 不定期抽查 隔离期间就被抽查一次核酸 好像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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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个粉条 还需要一个小鸡腿 像是这样 是什么呢 我们都是这样 没的 如果是这样 不想吃 如果是这样 有什么东西 чув署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喝水量 这瓶冰露是550毫升 一般我早上起来 就是第一次喝水 我会喝一瓶 大概喝到一半以下的位置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我之前看弹幕有说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的皮肤才比较好 但是最近 大家看之前的视频也能发现 额头和下巴这边起了几颗痘 可能是因为我做习不规律的原因 其实这两天已经好多了 前两天我刚刚到酒店的时候 是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吗 睡眠质量又有好几天不太好 然后经过我这两天的调整 我昨天一天基本都在睡觉 经过昨天一天的补眠 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好很多 然后今天的早饭 吃这个我之前从上海带回来的面包 今天一天我取消了早饭跟午饭 因为午饭的话我想吃一个泡面 然后换一换味道嘛 酒店的隔离餐基本都是重复的味道 然后就取消了一天的饭 终于又可以吃面包了 我好开心啊 你的蜂蜜 嘀 HP 我本来想看 甚麽 是的 所以 val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杰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杰克 与笋 我要比较懒 各位 刚刚酒店这边前台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之前问他 我说这个隔离的核酸采样是隔一天测一次吗 然后他刚才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明 因为我在上海总共是坐了四次吧 就是我下飞机坐了一次 入酒店的隔天坐了一次 中间坐了一次 然后离开酒店之前坐了一次 一共坐了四次 但是我自从下了徐州的高铁到这个酒店 我已经坐了四次了 所以说我就问那个酒店的工作人员 我说这个核酸到底是怎么采集的 然后他们跟我说 应该是隔一天测一次 一直测到我十四天离开酒店为止 而且是那个双采 就是鼻子和口腔都要做的那种 徐州的防疫做的还是比较彻底的 而且离开这个酒店的前一天 房间也要进行采集 就包括我这些天用的所有的东西 房间里面包括我的行李箱 都要进行核酸的采集 我觉得这样管理下来 应该可以把这个新冠 至少在隔离酒店这块给彻底杜绝了 还是挺好的 反正我是觉得这样挺安心的 至少我知道 我身边的人都是被彻底隔离过的 大家都是安全的 在这种地方 是可以给云有些 gon 在这种亚mble 追他 他跟进来 盐 放入釀製 冲 青菜 冰糖 水 小米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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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的是 越来越热了 今天中午呢 给自己煮了一个泡面 这个是之前我跟程姐 我们在这个 住民宿的时候 买了一些泡面 然后没有吃完的 就被我给带回来了 因为我自己带了个小煮锅嘛 还上最后一包这个 就不打算带回家了 所以今天就跟这个 之前在上海买的鸡胸肉 煮了一起吃一下 我看之前有弹幕 大家比较担心我吃太多方便食品 其实我也知道 各位 千万不要学我这样的 隔离期间的作息 但是大家看我之前的视频应该知道 我很少吃 方便面啊 这种方便食品 但是 如果隔离期间 你想稍微的 化化口味的话 也只有这种 方便食品可以化 所以我估计 我隔离期间 把我接下来一年 要吃的方便面 都吃得差不多了 但今天我估计 不会再想看见方便面了 说到吃 昨天 下午 我正睡觉 睡得正熟呢 然后 听到外面 感觉有点吵 因为 其实隔离区的话 除了送饭 基本上走廊是不会有声音的 因为没有人过来嘛 然后我听到外面有点吵 我就有点奇怪 下午我们报体温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下群 就发现 酒店这边工作人员说 有一个 在这个酒店隔离的人 误食了八四消毒片 把八四消毒片当药吃了 然后被拉去洗胃了 我的天 我猜可能是 外籍有人 因为 我觉得中国人 应该没有人 闻不出来 八四消毒片的味道吧 我最近 在看这个 人世间 我有朋友给我推荐 让我一定要看 我看到第四集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他们说会越看越喜欢 最近除了 剪片子和工作的时间 偶尔我会刷一刷这个 其实 隔离进行到 现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 人已经开始变得急躁了 主要就体现在 平时我可能 赶赶作业呀 工作一下呀 然后看看小说什么的 但是我发现我最近 看小说看不下去 就是我 进不下心 沉不下来 就是 看着看着我就想 干点别的 比如说刷刷视频啊 然后刷刷微博呀 干这样的事情 就进不下来 干一件事 没关系 快要结束了 哦对 我看了一下 我之前在上海拍的素材 我觉得 可能这个Vlog视频结束 基本上我就已经出隔离了 所以 本身我觉得 我可以把徐州的Vlog 拍的多一些 也要跟上海的Vlog一样 分批剪出来 但是后来我发现 一旦我隔离结束 进入正式工作 然后再忙装修的话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 剪那么多视频了 所以 在徐州的Vlog 我应该会拍到 这个视频结束为止 这个视频更完 我的 隔离期间加更 就结束了 因为一开始 我的目标就是 周更三个吧 最多周更三个左右 这个视频更出去的话 应该是到 4月 4月16号 我出隔离 这个视频更新 我一直都坚持 跟大家 周更了三个视频 算是顺利打卡 我之前给自己立的Vlog 虽然是我没有在 更视频之前 就跟大家说明 之后会恢复我 日常的更新节奏吧 如果说 有时间的话 加更也会加更 但是就不会像 隔离期间 这么规律了 恢复日常之后 事可能更多一点 不知道大家 这段时间的加更 看得开心吗 反正 我更完之后 我是感觉 我真的需要 歇一段时间 因为这段时间 好像不是在拍 就是在剪 然后就是在更 不过大家看了开心 我就满足了 这边是一个 炒鸡肉 然后丸子和豆腐 还有一个 炒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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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